好大家好 我們來上這個大家日本語第六課 59 月的這個補充姿勢 好 等一下啊59 月這個 山田哥問了說 皆さんは ザルソバハですか? 還是ソレトモ?或者是 かけそばハですか?還是 他問你是 你是ザルソバ這一派的 還是你是かけそば這一派的 那 什麼是ザルソバ 什麼是かけそば呢 好那我們先來講解 那這個東西蠻重要的 因為你去日本玩的時候 你點蕎麥麵的時候 有大概有分成四類 那四類是不同的 那我們來一個一個的解說 像去日本點餐比較可以點 好首先我們的 モリソバ跟ザルソバ 那如果翻譯的話 很多人會翻什麼蕎麥冷麵 有沒有給他翻成蕎麥冷麵 好 那有人那有人是 那我們先看一下 我們先看這個 課本講的這個 雜鹿手把 這什麼東西 那為什麼要翻蕎麥冷麵 來看一下 首先我們這個 這個一個上面這個爪 竹布的 然後上面是竹子布 然後下面這個爪 這個雜鹿就是竹籠 這個東西叫做竹籠 這個都日文叫雜鹿 雜鹿 那我們這個蕎麥麵的時候 這個盤子 這個東西就是這個東西就是什麼 就是這個東西叫雜鹿 雜鹿 有沒有 這竹盤竹籠盤子這個叫雜鹿 竹籠盤子叫雜鹿 有沒有 好 那竹籠盤子叫做雜鹿 所以他叫做雜鹿手把 他的名字很直接 就是竹籠盤子蕎麥麵 這個東西就是竹籠盤子蕎麥麵 然後他這個蕎麥麵 他這個是什麼 他是吃冷的 就是他會用那個 把那個麵條用熱水 把它煮熟 煮熟以後拿上來充冷水 充冷水以後 這個麵條就變得冰冰的 冰冰的之後 他再把它放在這個麵條 放在這個盤子上 那 有沒有放在盤子上 那盤子上的話 他水就會滴下去嘛 他就會乾乾的冰冰的 然後我們再把這個麵條用筷子夾起來 夾到這個杯子裡面 他杯子裡面有醬汁 所以這就是雜鹿手把 你看一下 雜鹿手把 那這個盤子的話 如果你在網路上買的話 他們會講 手把沙拉 手把沙拉就是 蕎麥麵的盤子 他們叫蕎麥麵的盤子 或者叫雜鹿 或者叫雜鹿 或者是豬盤子 豬籠的盤子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圖 這個圖不是很清楚 這個圖不是很清楚 看 圖上的圖 我們雜鹿手把的這個構成要建 構成要建 首先我們要一個什麼豬籠盤子 雜鹿豬籠盤子 然後上面要有這個蕎麥麵 那他旁邊會放這個 放這個杯子 所以旁邊放這個小杯子 裡面是醬汁 你看一下 好 這個小杯子叫做choco 等一下 choco 豬口 好 這個豬口 這個豬口就是這個 喝酒的小杯子 喝酒的小杯子叫做choco 看一下 好 有沒有看到 這種 這個叫豬口 choco 喝酒的小杯子 喝酒的小杯子 然後還可以放什麼 還可以放小菜 我都吃日本料理 這個小杯子裡面放小菜 那還可以放什麼 可以放這個醬汁 你看他可以他可以放小菜 上面可以放小菜 還可以放什麼 還可以放這個植U 看一下 我們這個鹿 鹿叫做植U 等一下 這個鹿叫做植U 鹿原本這個字是指 雨滴的意思 水滴的意思 那植U的話 還有那個就是日本的那個醬油 和風醬油 譬如說什麼柴魚醬之類的 我們看一下 這個植U 有沒有看到植U 然後這邊是植U有沒有 植U是那種和風醬油 那他這邊有寫 他這邊有寫 他是怎麼寶貝的 有柴魚的 這邊有寫 他知歐不喜 他知歐不喜就是放大一點 好前面那個他就是換字寫尖 就是尖魚 那我們又叫柴魚 他這個不喜是那個騙 所以他之後不喜就是我們講的柴魚片 這個原本這個字 咖之歐是 鑑魚是一種魚 鑑魚是一種魚 那為什麼後來就柴魚 因為我們會把這個鑑魚 拿那個煙去燻他 用煙去燻 然後他後來就會他就會變成像 你看一下我們先看一下鑑魚 他之後我們先看鑑魚長什麼樣子 這個就是鑑魚 這就是鑑魚 然後日本他們會把這個鑑魚拿來做柴魚片 為什麼 拿那個煙去燻他 你看 拿那個煙去燻他 燻他之後 他就會像木頭一樣硬 然後後面的不喜 就是說你他像木頭以後 你再把他用那個刀子去削 削成那個什麼像鉛筆屑 這樣一片一片的 就變成鑑魚片 就柴魚片 所以看之後不喜的是 柴魚片 有沒有柴魚片 有沒有看到 那他是一個 乾燒 它是一個乾燥的一個食品 可能有時候那個古時候沒有冰箱 那你抓太多魚了 那魚沒有吃完壞掉 那沒有壞掉的話 他們就用什麼 把他用那個鹽去把它熏黑 熏黑之後什麼 就像木頭 那個魚就像一條魚像木頭一樣 再把它削成一片一片 然後 這樣你就可以乾燥 就可以保存 ok 那我們講這麼遠 我們剛才講的這個 這個我們說植油嗎 就是日本的醬油 然後他是那個咖子肉不洗 他是柴魚 柴魚口味的 柴魚片口味的 有沒有 ok 所以這個就是植油 植油 那種日式醬油 好 那我們這個soba 如果我們要煮蕎麥麵 我們怎麼辦 我們再加一加蕎麥麵 我們看一下 soba 植油 我們蕎麥麵的醬汁 有沒有 soba 植油 蕎麥麵醬汁 soba 植油 這個 這個你這個就可以買的到 在這個網路上 你在網路上購物 還是這個商店就可以買到 soba 植油 他這邊是不太寫漢字 哦 就是什麼 那個蕎麥麵的這個沾醬 有沒有 蕎麥麵的沾醬 好 那也可以寫達西啦 達西是高湯 有沒有 蕎麥麵的沾醬 哦 好 那我們剛才講說這個豬口 我們剛才講那個豬口 這個就是這個小杯子 我們叫choco 漢字寫豬口 那我們這個小杯子裡面要幹嘛 小杯子裡面要放這個 哦 這個 叫什麼 蕎麥麵的沾醬 蕎麥麵沾醬 這個網路上買就好了 ok 那你看他是很濃的 你很鹹的 你要奶會來稀釋 你要加水 沒有 好 那我們怎麼吃 我們把這個蕎麥麵煮好 然後就放在這個煮盤上面 他可以滴這個水 水會滴下去嘛 他就比較乾嘛 然後冰冰的乾的 然後你就夾夾用筷子去夾 夾之後就把它放在沾醬裡面 沾著吃 那旁邊還有這個哇沙比 你可以接一些哇沙比 還有加其他料加哇沙比 因為涼涼辣辣的 有沒有 涼涼辣辣的 然後這一種麵 這一種 這一種我們剛才就叫什麼 這個就叫 哦 這個就叫雜鹿瘦把 就叫雜鹿瘦把 那這個雜鹿是什麼 這個豬盤 那個 這個雜鹿漢字這樣寫 但是一般不寫漢字 因為漢字很難 那雜鹿瘦把就是這個竹籠 哦那什麼這是竹籠盤子 蕎麥麵 竹籠盤子蕎麥麵 那我們臺灣很喜歡把它翻作冷蕎麥麵 我們臺灣喜歡翻作冷蕎麥麵 蕎麥麵 有人是翻竹籠盤子蕎麥麵 這是他原來的意思 哎呦我看到一個比較 比較厲害的翻法 他是寫他是翻竹籠替蕎麥麵 竹籠那個替就是那個搓替那個東西啊 這個東西有個中文名詞叫竹籠替 可是應該大家都沒聽過了 這個東西用中文來講叫竹籠替 那你翻成竹籠盤子大家比較聽得懂 所以這個就是竹籠盤子蕎麥麵 然後又叫做 又叫做冷蕎麥麵 因為他是一般是吃冰的 絕大人是吃冰的啊 就是這邊哦 然後 然後他要一個盤子 然後竹籠盤子 還有一個這個杯子 他這個杯子叫 小杯子叫什麼 choco choco 就是小杯子 然後你要放什麼 你要放這個 植油 你要放這個植油 這個植油是這個醬 那個 soba 植油 這是蕎麥麵醬 蕎麥麵的醬汁 哦 好 好 謝了嗎 哦 好 那我們看一下哦 那我們這邊的 哦 雜路soba 其實 很像這個 這個什麼 morisoba 如果你去日本玩的話哦 好這兩個幾乎一樣 這兩個幾乎一樣 這兩個幾乎一樣 但是我們來講解一下 還是有點區分 你看一下哦 這同一家日本的一個連鎖麵店 那這個是 morisoba 啊這個是雜路soba 哦 那你有沒有看到 他在哪裡 哦 這個什麼 這個 哦 這個雜 哦 這是他在說 有沒有海苔而已 他在說有沒有海苔而已啊 哦 他在說有沒有海苔而已 哦 海苔叫n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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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解一下 他在有沒有加海苔而已 那我這邊來這個 解釋哦 看一下 哦 ok 哦 雜路soba 還有morisoba 差在有沒有加海苔 那為什麼 在在我們這個 大家有沒有去吃過這個日本的牛丼 大家有沒有吃過日本牛丼 這邊來打一下 日本牛丼 牛丼 牛丼 牛丼叫做牛丼 這樣 好 我們去日本吃牛丼的話 好 我們會有那個小碗大碗中碗 有沒有 等一下 小碗叫做komori 小碗叫做komori 這個後面的mori是裝裝裝盤的意思啊 食物裝在這個器具上叫 這個圓形叫moru 圓形叫moru 那我們現在把它改成 名詞形komori 就是小碗的 我去日本吃牛丼 komori是小碗的 那chumori是什麼 chumori是中碗的 chumori是中碗的 omori omori是大碗的 那個是 mega mega mega是刻大 所以mega mori是超級大碗 刻大碗 而且那可是這個之外還有一個叫tokomori tokomori 跟omori是一樣大碗 omori是大碗的 tokomori也是大碗的 那為什麼叫tokomori 因為他的肉特別多 他的料特別多 所以tokomori就是說 一樣大碗的 是大碗的 但是他的肉特別多 那你牛肉特別多的話 當然是比較貴 所以這個tokomori 是 所以這個mori 例的是那個裝盤的 tokomori 還有什麼料特別多 tokomori是料特別多 ok 教會嗎 所以這個 這個我們原本這個雜鹿手把 雜鹿手把是什麼 就是竹盤子 竹籠盤子 蕎麥麵 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雜鹿手把 那如果你改成mori soba 我們這個mori 就是我們剛才講的tokomori 那個mori 這什麼意思 料特別多的意思 這個 這個tokomori 就是料特別多的動販吧 那我們真的mori soba 我們真的mori soba 就是說 料比較多 料比較多 那料比較多就是什麼 他會給你加多一點海苔 他會給你加 加多一點海苔 的意思 就是有一個有海苔 這個雜鹿手把是沒有海苔 那這個是mori soba 是有再加一點海苔 這樣子 這樣 這樣懂嗎 或者是 或者是那個店的雜鹿手把 反而就是有一點點海苔 可是你的mori soba 還會加更多海苔 因為mori soba 就是有在mori 有那個再加料的意思啊 他們加料是再加一點海苔 這樣子 所以這個是mori soba 這個是雜鹿手把 這個是mori soba 再加料的 這個豬動之 蕎麥麵 就是懂 知道嗎 ok 好 那我們再看回來 我們剛才說這個小杯子叫做就是這個小杯子叫豬口嗎 小杯子叫豬口 小杯子叫 豬口叫什麼 choco choco就是那個原本喝酒的小杯子 那你如果現在改成soba choco 豬麥麵的小杯子 小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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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杯子是給他放那個 巧麥麵的這個醬汁的小杯子 然後把麵條從盤子加出來 然後放放在這個醬汁裡面 沾一沾來吃 哦怎麼樣 好就這樣哦 好 所以這個怎麼樣醬汁 這個是這個醬汁的瓶子 然後到這邊來吃 然後這邊可能有是那個 三餵啊 還是這個蘿蔔泥 這些加三餵就辣辣的哦 他這個就是 Take Takezaru 就是什麼竹子做的這個盤子 竹子做的這個竹盤 這個竹樓子竹盤子 這個 這個Takezaru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Stainless Stainless Stainless是這個 不鏽鋼 那紮爐是這個 所以Stainless 紮爐 就是不鏽鋼的這個 這個 這個過濾的籠子 不鏽鋼的籠子 Stainless 紮爐 好 OK 那我們現在叫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叫Kakezoba Kakezoba 好 那我們看一下Kakezoba的話 我們中文一般會翻什麼 蕎麥热 蕎麥湯麵還是蕎麥热湯麵 然後因為他一般是吃熱的 一般是吃熱的 那我們先看這個圖 看這個圖就知道 好 我們來看一下Kakezoba 我們那個Kakezoba 我們有講過吧 掛上去 他什麼 解上去 他如果是液體的倒上去 淋上去倒上去 Kakezoba 這個意思是說什麼 倒上熱湯的麵 倒上熱湯的蕎麥麵 就是這個蕎麥麵煮好 然後放在碗裡面 然後給他倒上這個熱湯 這叫Kakezoba 所以叫蕎麥湯麵 或叫蕎麥熱湯麵 有沒有看到Kakezoba Kakezoba 把這個麵煮好 丟進去 然後給他倒這個 給他倒這個熱湯 所以我們給他翻蕎麥湯麵 那他有點就是 他幾乎是沒有什麼料 有點像我們的陽春麵 那我們來看一下日文解釋 然後他的圍基字典的寫 Kakezoba 這是什麼 因為漢字這樣寫 就Kakezoba Kakezo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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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ba Soba 這個氣應該是叫 紫瓦 這個吳之瓦是指那個器皿 器具 器皿還是器具 器皿還是器具 好 ok 那我講簡單一點叫 入れモノ 入れモノ是容器 容器 入れる 入れる是放進去 mono是東西 那入れモノ是合起來這個單字是容器 啊容器是什麼 丸 還是盤子 所以 Sobao 汁瓦 你 入れ 我們把這個 蕎麥或是把把蕎麥麵 放到這個容器裡面 那一支啊 怎麼 你不是那一支 也是 熱 這個 他自己是什麼很燙的 燙的 子優 子優我們剛才說 子優是那個 和風醬油嗎 日式醬油 還是那個 蕎麥麵的那個醬 蕎麥麵的那個醬 他可以打 開始什麼 かける 淋上去 我們用熱的這個 我們把這個熱的這個醬料 淋到這個湯上 日本呢 麵料理的 這是一個日本的這個麵的一個料理 等一下 我們把這個麵煮好以後 把這個麵 倒進來 倒在這個容器裡面 然後我們把這個子優 子優 子優 有沒有我們說這個 這個 我把子優 這個蕎麥麵醬 但是這個要稀釋啊 因為他可能比較鹹 然後你要倒水稀釋 然後把它倒進來 那一般是熱的 所以有人翻蕎麥熱湯麵 蕎麥湯麵 一般是吃熱的 湯麵一般是吃熱的 炭泥是單單的 單純的 單單的 k kake k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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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ou是指揭又不是叫做也可以把它叫做kake 你可以叫做kake kake soba 啊 不是什麼 零熱湯的麵 你也可以叫什麼 零這個熱 熱醬汁的麵 你也可以直接叫kake 你如果是去日本 那個蕎麥麵店你講kake他一定懂 那麼是也 所以也可以叫做也可以叫做這個 你看到 好 那我們再看一個 你再去日本點的話 他也叫做 kake 好這個叫kake soba 這個kake 就是淋上去嘛 把這個什麼 把這個醬汁淋到 熱的醬汁淋到這個碗裡面的這個麵的上面 所以他叫kake soba 好那我們再學一個 如果去麵店還會看到一個 這個kake soba 我跟你講 kake soba kake soba kake soba 他有點像我們的中華 中華的這個 涼麵 他加很多的料 這個叫kake soba 那我們來給你解釋一下 為什麼 差一個字就差那麼多 好首先我們這個 kake soba 加在這個動詞前面有那個狠狠的 狠的意思 譬如說 Koross是殺 Koross是殺 那你如果看一些 日本的那個連續劇還是卡通 他他會講什麼 Korossでやる やる是做這個動作給別人叫やる 那我們說做動作給別人的話有什麼 差しあげる 叫什麼 あげる 還有やる 那我們有三個 那我們說最禮貌是殺しあげる 給人家東西還是做個動作給別人 我們 用殺しあげる這是最禮貌的 然後あげる是 殺しあげる是對客人 還是對我尊敬那個人 還是我很尊敬那個人 還是他年紀比我大 低月比我大 我尊敬他用殺しあげる 那如果平輩用あげる 那やる是給 我看不起的人 還是給什麼動物 還是給部下 還是給小朋友 就是我覺得他比我小就跟やる 譬如說 いぬに えさおやる えさ是飼料 就動物的吃東西 やる是給 那日本認為狗 狗比自己小 動物比自己小 那えさあげる是給他飼料 那對象是你 所以いぬにえさおやる 就是給口飼料 那你這邊 因為cross 是殺 那てやる是 我們說什麼 動詞てやる是做這個動作給別人 所以crossてやる是我殺了你 我做殺這個動作給你 那如果更粗魯一點 你會聽到什麼 不殺してやる 意思 我會不可那個加那個不有點那種用力的 狠狠的 所以不殺してやる 是 我會很殘忍的很用力的 杀你這樣子這樣子 我們要辦 了解 是這樣子 譬如說 這通常是流氓在講 那咕嚕是打人 打人 扁人 那什麼 不那咕嚕 什麼意思 我會用力的扁你 我會很用力的 大力的打你 叫不 不 那くてやる 我會用力的扁你這樣子 對 這樣你們看到 好 那我們剛才說這個 かけそば 我們剛才說這個かけそば是什麼 就是 淋熱湯蕎麥麵 我們用那個 那個 那個什麼 那個蕎麥麵的醬汁 然後我們給它加熱水 然後調成熱湯 然後那個湯汁 然後把它淋上去 就熱湯 然後那個湯 蕎麥湯麵 而且是熱的 通常是熱的 可是我們改成不かける 我們說這個不是 就是那個狠狠的 很用力的那個意思 這個不かけそば是指說加很多的料 原本的かけそば之外 然後給它加很多的料 原本的かけそば是有零那個醬汁 然後我們通常是吃熱的 可是這個不かけそば 不かけそば很像我們的中華涼麵 它就是 就是你看它會加 就是加很多料 看到 加很多料叫不かけそば 好 那我不知道這中文怎麼講 那我們 直接來看圖 我們再看一遍 さるそば さるそば さるそば就是這個 竹盤子 蕎麥麵 竹盤子 竹盤子 豬籠盤子 蕎麥麵 這個叫叫ざるそば 那一般上面沒有加海苔 這叫 さるそば 然後這個 然後我們再來就是膜り�star 跟他一樣 可是膜りשים 給他通常是 比較有加 比較加比較多海苔 然後都會料比較多 加比較多海苔 比較多 然後我們再來是 Kけそば Kkeそ吧我們有零上那個 淋上那个汤汁 淋上那个调好的汤汁的 然后通常是热的 这个叫 kake soba 可以翻什么 这个草麦汤面 热汤草麦面 好 那我们再来是不 kake soba 铺的话是这个狠狠的还是用力的 那不 kake soba 是指加很多料的 kake 乳还有 kake 乳淋上去倒汤去吗 还有放汤 放汤东西 那不 kake soba 是指放很多东西的草麦面 叫不 kake soba 那不 kake soba 通常是 不 kake soba 可能有冷的也有热的 有冷的也有热的 就是它的冷热不一定 那个冷热不一定 那不 kake soba 是它只加很多料的 你看下面还是有这个 就是 原本你的 kake soba 是你下面有酱汁 然后上面是草麦面 那他也一样嘛 你下面是酱汁上面是草麦面 只是说你上面加了很多料 这叫不 kake soba 所以这四个去日本会点的 去日本最前面 大陆 soba 这两个我们通常会翻什么 冷荞麦面 因为这两个都是吃冷的 然后再来是 kake soba kake soba 有人是翻的什么 那个草麦汤面 因为他那个 面然后加很多的汤汁 有人是翻草麦汤面 然后是不 kake soba 不 kake soba 是加很多料的这个草麦面 加很多料的草麦面 好啊 这样大家会区分的吗 好 谢谢收看